AudioJungle 日前在报,李振成曾与日本烟草产业公司JTI工作,负责反私烟,但由于公司怀疑他与中国贪官勾结,放过走私商人,因此将他解雇,美国纽约时报,19日报导,李振成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后,成为日本烟草产业公司驻港调查员,主要负责工作,是调查私烟小组, 但李振成在日本烟草产业公司任职一年多后,被该公司上级怀疑,上级主管认为,李振成可能向一些收受利益的中国官员泄露该公司情报,一位李振成前同事表示,李振成知道的多起案件,最终都告吹,于是他的老板不再向他透露调查的最新情况,这名同事还说,这类怀疑事件,导致李在2009年被公司解雇, 之后一名中国官员对日本烟草公司发出警告,指李振成与中国情报人员联络,称他曾任职的日本烟草公司,是中情局据点,日本烟草公司感到事情严重性,于是将此事告知联邦调查局,FBI, 至2010年10月,李振成为自己开设的一家新公司,寻找业务,在中国情报人员的陪同下,参加了一次中,国烟草总公司,广东分公司的会议,会上有人把消息告诉了日本烟草公司,并指情报官员,看似支持李振成,李振成开设, 则公司名为ARTCODE,FITMAN INTERNATIONAL ARTCODE,公司,合伙人是一位名为张锦伦,BORING CHUNKAMON EEE的前香港警员,李振成7KRLINELA是公司,唯一一名董事,据查测资料,LDQUO,FITMAN INTERNATIONAL ARTCODE,公司是香港登记的浩天国际有限公司,李振成登记为创办成员,即首任董事, 稍后辞任董事,琪琪同时或未任取代他,2011年,李振成把手上一半股份授予张锦伦,琪琪亦同年离任,公司于2014年结束,李之后年转于国际化妆品品牌,雅诗兰戴吉加士德工作,根据李前同事一束,现年53岁的李振成,在日本烟草公司工作时,对上司沉默寡言, 但和当地的中国官员却很健谈,还和当的华人不断谈论金钱,即发达大计,李振成前同事指出,李在前同事门眼中,似乎不太受欢迎,LDQUO,大家普遍认为李并不可信,他离开了后,无人想再见到他, RTCO,日本烟草产业公司发言人证实,李振成曾为该公司员工,制作了一段短时间,拒绝披露其他个人资料。